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锁住营养不流失 健康成长都选它 煮包炖闷样样鲜 利民利家 用利人 七重安全保护装置 原汁原味的营养保存 环保节能 煮 煲 炖 闷 四锅合一 健康生活七重保险 我们选利人电压利锅 两节课下来哦 嗓子真干 还好有亮嗓 唱了一个晚上 嗓子都唱哑了 还好有亮嗓 三颗胖大海 九朵菊花 随时一粒 舒爽无比 经常用嗓 用江中亮嗓 banda 唯一视 都唱的天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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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的很多小区居民的水费和电费等费用呢都是物业公司代收的 业主们只要每个月按时的交纳费用和物业一般没有什么太多的矛盾 而北京石井山区某小区的业主蒋先生和物业的争执非常的有意思 蒋先生是想交的费用啊物业说什么都不收而蒋先生不想交的费用物业说什么都得收 蒋先生一家住在北京市石井山区某小区内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一直有件不大不小的事让他心烦 蒋先生一家已经连续八个月没交水电费了 而且过期不交还要按日加收千分之三的质纳金 其实他们并不是故意拖欠 而是每次去交时都会被物业拒绝 物业拒收的理由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蒋先生拒绝交纳每个月五块钱的保安费 他说这个保安费是只能负责公家的 不能对你个人负责人 那你对我个人不负责 我就不应该收我个人钱 五块钱不多 我也交的钱 但是不合理 我认为就不合理 所以我就不交了 不交了他现在就连水电费一切都不收 蒋先生说 他之所以每月不交这区区五块钱的保安费 是因为去年七月份 他们家的一辆中巴车在小区内被盗了 你存在的保安 你收保安 收了保安钱 小区对我的一个居民就负责任 我这么大一车你丢了不管 那结果我丢什么都要不管 你还是不管 不管那我交了干嘛 蒋先生认为 正是由于小区保安的疏忽 才是自己的面包车被盗 既然保安没有尽到职责 业主就不该交纳保安费 然而如果水电费不能及时交纳 累计的质纳金将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于是不久前 记者和蒋先生一起找到了 小区物业公司的负责任 那您说这事怎么解决 我现在呢 别的我都可以做 就围住这五块钱保安费 这会也行 咱们生活有一个 起板的数 这保安费起什么作用 住户交的这五块钱 全等于是 抓在这个保安的开支上 那这保安起什么作用 保安费 保安费 保护这个小区的安全了吗 他们也不见得面面具啊 他不见得就是哪都能走的 交纳水电费和交纳保安费 是两个不同的合同义务 小区物业因为蒋先生 没有交纳保安费 而拒绝收取水电费的做法 并不妥当 只要蒋先生有证据证明 小区物业拒绝收取水电费 那么基于水电费而产生的责纳金 就不应当由蒋先生来承担 见到记者来采访 不少居民都对小区的治安状况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这净丢东西呢 其实这每个月五块钱 保安费是这么不多 是吧 这多是不多 可是你看 你得起到一定的作用 收半天保安的那 日安怎么样啊 我想过吧 好 加油 我们家老弟 收完上个月头保安 第二个月就两辆车没了 它不是钱多少的问题 那家心情契合 我花了钱 我得我心的擦着 小区物业收取保安费 应当先与小区业主 签订有效的书面协议 并在协议中明确约定 双方关于保安问题的权利义务 既然业主已经交纳了保安费用 那么小区保安就云南科技之手 从而确保小区有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 每月五块钱的保安费 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讲都是可以接受的 关键是钱要花在名处 物业公司最好能通过公示的方法 把每一笔费用的用途 服务的对象和相应的责任权利义务 告诉大家 让大家心里有数 交钱的时候也就痛快了 有一位张先生前些天买了一个电脑 当时钱交的很痛快 回家以后心情不痛快了 张先生是一位自由职业者 平时的工作就是电脑做图 前不久他来到中关村顶好电子城 打算买一台配置高点的笔记本电脑 来上众达公司油87510 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去我在网上看有一款叫2530 汇补2530挺好的 我说买那款 结果那个售货员让我先交钱 交了钱以后 他就跟我说这2530 如果如果不好 说起一次机得十多分钟 然后用半年的皮全脱落 用半个小时就得关机 照他这